大家好,我是Stan 支持牛津斯的成长与更大的成功 然后,额度尔再次对媒体表示 近日的额度尔董事会 从议案通知到表决处理 均依照公司法和长征规定的程序合法进行 会议日期也是从米尼锦前代表 希望推迟的日期中选定的 在米前代表通过视讯方式参与的情况下 董事会经过充分讨论后 为了额度尔和牛津斯的未来 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但是在28号上午 米尼锦方透过官方立场文表示 额度尔董事会于27号下午1点召开的会议中 解除了代表李氏米尼锦的职务 这次的解任决定明显违反了股东间协议 也无视了法院的裁定 目前媒体报道称 米尼锦前代表虽然现任代表李氏 但将保留额度尔的设内理事职位 并继续负责牛津斯的制作业务 这些内容是根据额度尔董事会发布的资料 但这些是明显的谎言 代表李氏米尼锦是被解除职务 而非主动辞职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嗨谷真是太不厚道了 把能榨取的都榨干了再把人赶走 甚至额度尔的新人代表又是嗨谷的人 这哪算什么独立厂牌 根本就是嗨谷的一部分 裁调拿着熟一年薪的职业经理人 是老板的权利 而且额度本来就是嗨谷的一部分 拜托大家还是去公司上上班吧 这真的是个争议吗 真是让人疲惫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嗨谷的算计 他们是不是故意切断米尼锦的职员 让他无法好好制作 然后再逼他接受条件 以嗨谷过去的那些阴险操作来看 我不认为他们会让女警死继续顺利发展 相信让米尼锦继续制作的人 真的是太天真了 他确实不适合待人代表 站在性骚扰下害者一边尽心指导 还责骂受害者 为什么还不道歉 我觉得辞职是正确的选择 先不提明对女员工作的事 嗨谷也真是太过分了 居然这样对待唯一的女性高管 让我们看看你们到底有多清廉无瑕 感到委屈是可以理解的 但嗨谷对米尼锦所做的事 不就是现在米尼锦对那位受害者所做的一样 最讽刺的就是 这一切都因为自己曾对受害者做过的事 而被反驳了 在嗨谷这件事上 我还是支持米尼锦 坦白说 在受害者事件中 米尼锦确实有做错的地方 应对也不当 但我认为这应该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能混为一谈 一开始就应该把金银和制作分开 给他太多的拳拳 反而导致局面失控 只会引发内斗 其他厂牌的代表们 也一样应该遵守这个原则 关键在于 海浦单方面解除 保障代表李氏任期的股东街协议是否合法 米尼锦的声明内容是正确的 女尼锦和米尼锦加油 希望能在合约期满后 与海浦和平分手 我真希望米尼锦能创立自己的公司 大众们已经对房米内都没什么兴趣了 只希望女尼锦不会受到影响 对于 耳朵更换代表李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前5053人 针对Ottrate的全代表 提起了3亿韩元的结算金请求诉讼 根据媒体报道 三位前成员在23号 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交了诉状 要求支付结算金 诉求金额为3亿100万韩元 这起诉讼 实际上是对Ottrate于去年12月 针对三名前成员及其父母 安森业代表等12人提起的 130亿韩元损害赔偿诉讼的反诉 由于三名前成员 与Ottrate的专属合约关系 持续到了10月 因此他们很可能要求该期间内的结算金 不过 由于130亿韩元的损害赔偿诉讼 和3亿韩元的结算金请求诉讼 正在同时进行 预计 法院将根据双方的认定金额 进行折算后 再做出最终判断 要求对方支付相应的差额 真是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 真是太没良心了 目标不是下半年开始活动吗 现在安静准备出道 都不一定能顺利在国内展开活动 这样的操作真是吓错了气 再说 他们也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外粉丝群 来帮他们撑腰啊 看来他们是打算 持续利用5050的名字进行丑作了 所以大家觉得 三位前成员的诉讼 到底是为了什么 妈 好 та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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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eich